字幕提供 喂哥仔,在搞甚麼? 我在用玉敏在哪裏 甚麼玉敏在哪裏? 甚麼呀,今天是25號 我在用玉敏射馬購物車在哪裏? 甚麼不是,1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25號已經有得交的 如果1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會輸了一閘 哦,原來是這樣的新玩法 喂,又是完美 喂,借一部電腦來 讓我自己先加個月費 唉,沒問題,拿去 今天這個新聞,對我來說的趣味性相當強的 如果你說作為一個行外人 亦都覺得相當轟動 但我不知道在你那裏來說 是否好像我們的感受那麼深 話說這個商,就是歐洲的核子研究組織 原來是原來的粒子加速器 是的,就是想做一個更大的粒子加速器 他在這裏說明,如果做到的話 就比現在這個LHC更加厲害很多 即是這個標題本身已經是一個轟動 第一件事我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在這個新聞裏看到 如果商真的要做一個這麼大型的粒子加速器的時候 他是否要重新規劃這個地方 要找另一個地方去做 又這樣說 他又不會說,所謂另外找一個地方 就不是說整個東西把他搬去另一個國家 全部舊的東西不要 其實你要看到這則新聞 我自己覺得最親切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真的試過去商 去商這個位置 其實他一直是 就是將很多不同的 generation 的粒子加速器 一個又一個這樣重疊上去 開頭純粹一個直線的加速器 慢慢再變成一個能量級數更加高的 一個的原型加速器 然後一個、兩個、三個一路加上去 所以如果你上去網上資料 或者現在實地你真的去那個遊客中心參觀 你就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他有一個三、四個步驟 就把粒子加速到一個非常非常接近光速 能量非常非常高的一個裝置 所以你說呢 與其說是搬過 我就純粹就是說 他在現場再升級、再加裝 我覺得就更加像這個真實的圖像 我自己會這樣看 行內就會覺得 起高一點、起大一點就理所當然 但當然我覺得他出來的那個新能價值 始終是有的 因為始終他將會是一個 吸數更加高、更加大的一個 一個的粒子加速器 當然啦 裡面吻含的方法意義就是說 他可以幫我們再發現這些東西 是的 那這裡有好幾個 比較河外的問題想問 第一樣的 現在我們在圖上看到這個LHD 這個就是原本這個 現在呢 就是在鏡頭拍到台掌 後面背景 頭頂 是的 頭頂那個圖 就是他構想 最大的圓形 就是他構想之中 就是會起到這麼大 那相比之下呢 其實在那個 最大圓形的上面 那個位置呢 就是現時那個 二十七公里 延周的那個加速器來的 就是你會拍到 看到就是 比之前那個 還要長四倍 然後覆蓋的範圍更加大 那就是說呢 原先都已經是要橫跨了 瑞士和法國的了 那現在也是 不過呢 跨得更厲害些 嗯 他這裡看到是一百個kilometer 是不是 是啊 就是 那很明顯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真的去感受一下 那個地帶是怎樣的 就是原先就已經是 就是在日來瓦 去到這個的 那個 那個法國邊境的邊緣的位置 那其實呢 就是我自己印象比較深 就是呢 我那時候自己去的時候呢 那 那 我都真的在中間 經過一個湖 那個湖上面呢 就有很多人在上面 純粹是 就是 玩水上活動啊 那當然在那個湖邊 有很多很漂亮的屋 那這樣 那現在看到呢 很有趣的就是 它構想之中那個 新的粒子加速器的範圍呢 就直接穿過那個湖底的 嗯 那其實呢 它這個 這個加速器呢 不要想著它 就這樣一個呼拉圈 擺在地面上 好像一個 就是輕鐵路軌 擺在地面上 嗯 它 現時那個 27公里這麼大的 已經是藏在地底的了 那現在 講這個呢 它 一樣會是藏在地底 那 甚至乎 我願意相信它 會是一個更加深的 深入的位置 那裡藏在地底那裏 那裏 那直到呢 去了一個 在那個湖的湖底那裏 那裏 就是在湖底那樣過的了 就是有一部分的隧道是 嗯 好 那這個就 就是看到現在那個 表面的現象 但是 涉及到這個 大人急子 粒子加速器呢 有一些很基本的 物理學的 研究呢 我們要在這裏 再請教陳上博士 那第一樣東西就是呢 如果我們記得以前 這個湖它最大的 給到我們那個 那個印象呢 就是當年它 證實到有這個 上特粒子 是不是 那現在在那個 這個 假如有這個 100km 這個粒子加速器呢 他們想證明 證明些甚麼呢 想做到些甚麼呢 這裏 就要講多一點點 故事先 就是純粹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大 起大一點 起闊一點 牽涉到的範圍更大 就是看來以為 就好像 起多一個大型基建 大工程那樣 那樣 那大家留意一下 那些參數 其實就是說 為什麼不早些 起大一點點 然後現在又想要再 起大一點 那很受制於幾個條件的 就是譬如說成本效益 成本效益 當然就是那個 起的資金 另外就是說呢 我們現有的科技 可以將它提升 那個能量的級數 可以提升多少 如果只是提升到三四倍 其實沒有甚麼意思 基本上呢 原先的LHC 就是這個發現上帝粒子 這個箱的加速器 就已經做過一次upgrade 就提升了去三四倍 那用回原有的裝置提升 那就不需要再掘過那個隧道 但是如果 通常科學上就是說 你想再將它 轉到新一代的加速器的時候 或者 其實不只是加速器 就是任何的技術 你想真的正式轉到新一代 就是簡單到 甚至乎你由三支轉四支 四支 四支轉五支 你說的那些全支速度 都是提升了 譬如說說兩個數量級 譬如說 這些東西是快了一百倍 或者精確了一百倍 或者是可以再密集一百倍 那現在這裏就是在說 這個新的粒子加速器 它是有能力做到 它那個能量級數 是再推上多兩個數量級 那你起碼有 就是你可以競到一百倍 那真是才可以值得 人家可能給多十倍錢 去幫你再起 這個意思 這裏涉及好幾個問題 第一樣的就是 這個upgrade的那個做法 它是將那個加速器 那個速度加快 還是還是加大呢 還是還是兩樣東西 都要加起來做呢 那這樣的 它當然想快些 因為你快些 就是動能高些 就是代表著能量級數高些 但是你快些的時候 那你又沒有一個更加強的磁鐵 令它轉彎轉得急些 就是等於你扔一架飛車 你要一架越快的車 去扔彎 扔得越急 你中間 就是你要給到它那個向心力 你要令它幫助它轉彎的力 也都要更加大 如果不是就會 就是如果車的話 就是線胎 如果是粒子的話 它就是轉不及那個彎 於是乎 它就飛了出去 那現在當然希望就是有一個更加強的 一個的磁力的系統 令到它呢 將那些大電的粒子呢 可以轉彎轉得更加急劇 但是如果轉彎轉得更加急劇 但是又想令它轉到 又轉到那個圓形出來的話 另外的辦法就是將那個圓形 蓋得更加大些 所以就是說 那個圓形本身大些的時候 裡面就有能力就可以盛載一些更加快的粒子 而所需要的那個磁鐵呢 又不需要強得那麼多 那所以說呢 尺寸又要大 那個磁力系統又要再強些 於是裡面裝到那個粒子速呢 那個的速度呢 又可以高些 那所以整件事就看到為什麼它是會 又要是大些的 那還有呢 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那幾個generation的雙這個位置的粒子加速器呢 剛才我講到三四代這樣 現在在上面再多多第五代上去 這樣的意思 其實就是一個接著一個的 好似接力那樣 由第一代將它加速到一個位 送去第二代那裏 轉多幾轉 再扔去第三代 由上一代呢 圓形就越來越大 就速度越來越高 於是舊那一代的那些裝置呢 就好像呢 提供了一個起跑的跑道那樣 將那粒子一步一步提速到 一個我們最後所需要的最高速度 那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我明白了 這個我明白了 就是說它不是將它舊那些不要 而是說舊那些可以一路 就是將它作為一個起跑 一個warm-up 一個warm-up 然後再去第二 一路不斷升級 就不是說一次過就去到那裏 那這裏 如果你看到頭的圖 這個是橢圓形 這個不是圓形 這個不是圓形 如果準確一點說 我照計這樣說 如果你說最理想呢 都是將它做成圓形的足夠 因為始終有圓形 始終有個旋轉對稱計劃 你每一部的部件 你可以用回同樣的東西去做 如果你是橢圓的時候 你就需要照顧到 就是有些位置 就需要快點慢點 那個磁場的強度 都需要將就一下 這樣 所以最理想的 都是做到一個圓形 所以你發覺就是說 它這件事 你要是很完整地 靚靚一個圓形 那唯有就是乖乖地 在地底裡 不理會有什麼 就塑穿些什麼 那就做一個圓形出來 然後將整個裝置這樣擺下去 好 如果是圓形的話 是不是代表以前 譬如在美國曾經構思過 那個直線加速器 一條直線這樣去那些 是已經不再用這個方法 去做這個粒子加速器 很早已經不再這樣做了 其實這個箱的第一級 最初級的加速器 就是一個直線加速器 其實你想想 如果直線加速器 最簡單的那個原理 其實就有少少像 我們以前去舊式電視機 那種射線槍 其實現在都沒有太多人知道 但是原理不外乎就是 那個粒子束 如果是正電的 是一些質子來的 你在另外一端 或者中間的沿途 你就找一些負電 來一路 好像一個牽膚一樣 拉扯著它 將它越拉越快 其實純粹用一個 好像一個電腸的作用 將它加速這樣 但是 始終有個限制 就是因為 如果你想加速得越高 你那條直線要起得越長 嗯 如果你說在地球上面 你不是說 起得越長 就為之北 因為 其實當你起得有這麼長的時候 因為地球不是直的 地球不是直的 地球自己本身是彎的 你一路貼著地 其實你是起了一個曲線出來 所以 所以都是達不到最理想的效果 所以自從有了這些 懂得利用磁場 來幫我們參與這個過程的話 基本上我們利用磁場 令到這個原本是直線 一路直行 一路加速的那些粒子 可以變成一路是 轉著彎 一路走著圓形 都一路可以有辦法 令它加速 就省定了 於是你那個加速裝置 在一個位置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一路沿途 每一格一百公里 都要逐級加速一次 你只需要在一個圓形 它走完一個路 回來的某一個位置 就立即將它再提速 這樣周而復始 這樣下去 其實就是 叫做 以成本來講 亦都技術來講 最便宜 最抵玩的一個方法 是 那就是 現在你發覺 這粒子加速 基本上沒有直線 一定是圓形的 Cycle長方式 好 另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看那個具體的內容 它應該是很多不同的粒子去撞 不是單一種粒子去撞 其實是這樣的 你說真的做那個粒子加速器 就是 總之能夠將什麼提速 就將它撞 基本上 凡是帶電的粒子 我們都有辦法將它提速 但是當然了 最有意義的碰撞 就是 原先雙的那種 是Hedron 強子對撞 不是純粹 將一些很輕的電子 拿出來撞 而是我們能夠將一些比較重的粒子 甚至乎是一個原子核 一個質子 甚至乎一些更加重的原子核 將它對撞 基本上你放任何能夠帶電的東西 它都可以將它提速撞 那就是一個有用多少少的加速器 換言之 我們不會找兩顆電子去撞 不是說不會 又不是說不會 但是因為就是 你能夠做一顆粒子物理 你不只是研究電子和電子之間的相互作用 而且更加多的就是 更加多的奧妙就是一個原子核裡面 而原子核是由一些叫Hedron 一些重子去構成的 即是那些中子、側子等等 甚至乎我們想看裡面那些 跨黑之間分布的結構和他們的相互作用 那在說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真的能夠將一些強子拿出來對撞 即是那個加速器不單止 就是可以將一些很輕的東西 加速到很厲害 然後對撞 基本上就是說 其他帶電的 然後又是很重的那些 都照樣可以和你提速去撞 那就是一個有用的加速器 所以這裡就是為什麼一路以來 這個箱這個地位 都是這麼獨特的意思 因為它始終維持著一個 可以將很多帶電粒子放進去加速 然後就可以提到很高的速度 甚至乎它發現完整個粒子之後 我們都曾經報告過它們一兩個的新發現 譬如說它能夠做到一個 Anti-Hydrogen 反氫 甚至乎就是再有新一批 和那些強子對撞出來的 一些沒有那麼厲害的核子反應 又在這裡驗證了出來 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 另外一個技術性比較強一點的 就是譬如說它們量度這些能量 即是它轉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量度 即是給一個標準去量度的時候 這些是怎樣計算的 譬如說這個TV 100個TV 這個是怎樣解釋的 這樣的 我們剛才說的粒子動得很快 很接近很接近光速 其實去到一個地步就是 你提升到就是 已經是由99.999%光速 去到99.99999%光速 後面就少數位後 多了很多的9字 即是沒有超不到光速的了 但是你就是後面的少數位 多了一點點 原來對應的能量級 已經是上升了很多 這個純粹就是因為那個 合議相對論給出來的那個限制 所以我們去描述那個粒子 有多快 我們就不用它有多接近光速來形容 因為報出來的數字會很不靈 更加實際的 直接說它本身的那個 質能有多少 它是多少個叫做 多少個EV 多少個電子服 譬如說一個質子自己本身 它在一個靜子狀態的時候 它純粹它自己本身的靜子的質能 就叫做一個GEV G就是我們幾多個G 幾多個G 十的九次方那個意思 那後面EV就叫電子服 就是一個能量單位來的 純粹我們可以說是一種 傳統上流下來的方便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去描述一些 粒子去的能量 就是出來的數字最簡潔的了 譬如說它由一個GEV 譬如說一個質子自己本身 它靜子的質能是一個GEV 但是如果它能夠把它放到 雙粒子加速器那裏 提升到一個TEV的時候 基本上你可以理解到就是 它已經能夠去將它那個動能 提升到有它自己本身 靜子的質量的一千倍那麼強 於是就由1GEV去到1TEV 這些G和T 我們有玩開電腦就知道了 就是幾多G和幾多TB 那些這樣的概念 那個TRA10的十二次方 是一模一樣的 和我們理解的那些記憶體容量 那些 現在說雙這個東西 它去到八個TEV的級數 原先去起的時候就是TEV的級數 但是後來提升多幾倍 又去到可以八個TEV 於是就可以比較容易發現到上階粒子 那現在其實計劃夠想中 是希望建構一個是一百個TEV 一百個TEV的這個能量級數 你可以理解 給現有的強十幾倍去不到一百倍 但是我覺得它的目標其實都是在說 希望可以邁向到幾十倍 起碼都可以交代到兩個數量級的提升 簡單來說就是它是將它的標準 是計以它自己靜態的時候 那個能量和它動的時候 那個能量的比例 作為一個單位 我們習慣這樣去講 因為到你 你本身那個動能 如果比自己靜態的質能強了一百倍 一千倍、一萬倍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一個非常接近光速的速度 但是如果只是佈它幾次接近光速的速度 出來的數字 大家分不到那種大事 其實這裡我又講到一樣 台長你沒有問 但是我們以前在節目裡有談過 我們曾經有提過 其實大陸都希望去見一個 比起雙的級數更加大的粒子加速器 有樓梯響 甚至乎很肯定是有政府資金去準備放下去 然後他們也找到一些 在北美洲的專門研究超原理論的科學家 去加持他們這個project 但是你問我的話 他們說同樣在這裡放風出來要起 現在雙這個算是反而提出是起步得比較遲 他在說要起一個更大 當然他當然是希望起一個更大 大到一個地步就是 其他國家暫時追不到 但是你問我說 我覺得這一個在這一次 雙這班科學家自己去提出的這個計劃 最後可能實行了出來 即是出現 開始有研究的可能性更大 因為他不是說基於一個 原先沒有的空地重新再起 他本身已經是一個基地 他現在做的不是說從無到有 而是將現有的去提升 甚至乎現有的人員可以繼續在這裏 甚至乎就是說現有的機器 就可以成為下一代的那個 一個叫做起步的那個答案 所以你會發覺就是有很多基礎已經是他在這裏 所以說他最後能夠見一 即是會成事呢 你問我說 就真是看歐盟那裏 肯不肯丟到資金下去 我相信最簡單的就是 因為他要確保歐 歐洲 在這方面的研究 領先於美國和中國 這個是一個 就是歐盟國力的彰顯 可以這樣說 你看到後面的圖 他們已經有一個指標在這裏 就是下一步 叫做High Luminosity 我不知為何叫這個名字 就是一個很高光度的LHC 接著到205年的期間 就是一個未來的圓形的對撞器 所以他已經有一個基本的藍圖在這裏 有一個技術性比較強的問題 就是如果將來這樣走下去 你估計是會證明到這個 基本模型這個理論 還是會 修訂這個 甚至推翻這個基本模型這個理論 這個真的只有一個估字 其實講這些新發展 其中一個最悶人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就是大眾很難覺得他有什麼實際用途 甚至乎你說在行內 你都會覺得 他似乎起來 純粹是為了否證我們現有的東西 就是現在我們原先 在當初發現到上底粒子的時候 基本上在我們的標準粒子的模型裡 已經預估了應該要有上底粒子 然後的而且是一個合謀 我們那個理論所說 真的有 但是下一步 有沒有找到一些新的東西 更加重更加大粒更加難的東西 而是理論沒有估計出來的呢 結果就是近幾年一直找都找不到的 其實就是 所以令到整個 整個感覺又直靜起來 當然就是說 你有什麼新的興奮劑可以打下來呢 當然就是有一個新的儀器 然後可以探索一個更加未知高能量的領域 然後看看可不可以在那裡找到一些 原先的理論無形提出 不知道有 但是原來是讓我們找到有的東西 那就是一個最好的結局 最不好的結局就是 都扔了錢進去 但是繼續是找不到東西 然後理論提出一些新的東西 這個就是最悶的結局 是的 但是這個有沒有牽涉到 譬如說是所謂的Grabbiton 重力子這個可能性呢 這個最麻煩的就是 找重力子就是另一個極端來的 它是屬於一些 應該理論上是一個沒有質量的 它是一個沒有質量的一個粒子來的 你要找到這一塊東西 你要是一個這麼弱的 一個的重力作用 就找到這塊東西 其實就 這個東西就不是說在我們 不是在這一種的粒子加速器去做的東西 這個東西要提一提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粒子加速器本身 它牽涉到就是 如果你說一些高能量的碰撞 就是在原子核和原子核之間發生的事 原子核裡面自己 在原子核這麼小的世界裡面 最話事的那種基本作用力 就是強作用力 再我計算弱的作用力 甚至你可以再計算弱的 就是一般的電池作用力 唯獨是重力作用力 因為它是太弱的 就不是在這個這麼小的尺度裡面 彰顯出來的 所以就說 這些研究多數是比較和核子裡面的東西 是說那種物理學裡面所說的 四大作用力裡面 尤其是牽涉到核子裡面 相關的一種叫強作用力 和弱作用力的研究 就會比較 就是更加多 就會由這一種加速器那裡 給到新的因素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說 因為那個重力的力太弱 我們一定要一個很宏觀的角度 我們才能夠量度到 例如我們要派上太空 上個星期我們講的重力波 我們才看到它的作用 去到一個微觀的世界 其實我們現在基本上沒有能力 沒有儀器去測試到 這麼沒有質量的一些現象 我們也說 你很難找到一個適當的儀器 去探測到有沒有一顆這樣做重力子的東西 因為始終就是你要跟重力 就是你要跟重力這個東西 去玩重力這個東西 去產生重力的相互作用 不外乎就是本身有一個有質量的東西 這樣 但是 你也記得我們有提過 就是如果說那些重力波的探測器 其實都在說 你要有一個很強的外太空訊號 在傳播一個這麼遼遠的宇宙之後 打落一個非常笨重的探測器 然後我們要找一個激光 來探測一個非常非常微辱的 微量的一個擾動 又要去減除很多的雜訊 才能夠將一個訊號這樣勾出來 你會發覺是另外一個極端 另外一種的大海流針 是 明白了 簡單來說 就是看這個項目 他們都有可能做 但是很視乎 就是 那個公盟的經濟能力 可不可以支撐得起 如果你有錢 我相信他們都很樂意去做這件事 OK 其實這件事 這件事真的只有一個趨勵 其實現在要強調 就是 在這個階段 主要都仍是雙的 這裏自己去發起 希望就是說 去爭取到 有人去願意投入 去給他們起下一代的子彈出氣 你當他們自己人想 令自己的飯店繼續保住也好 哈哈哈哈 有東西弄 還有東西弄 有東西弄 實際上給出來的結果 更加主要是一個知識上的結果 或者當然可以給到 對於歐洲來說 就是在他們的科學學術上 不是紫維尼學會變成一個領先領地位 這樣 就是這兩個東西 那有沒有其他東西 那你指望他來吸引遊客就死定了 哈哈哈哈 旅遊景點 變成 你認為旅遊的力量真的這麼大 其實不是的 哈哈 不是 一定多了很多中國遊客 我們講笑講到這裡 因為為什麼呢 後面還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 美國以他的國力 事實上有相當足夠的條件 去做這件事 不過他好像是 他選擇不做這件事 他選擇做了另一件事 那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跟大家探討一下